美国的政客在恶意抹黑攻击新疆人间状况之前 应该要首先反思反思自己人权方面的单板劣迹 生存权、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 却不思治理之策、不谋抗议之具 疫情防控始终被高度政治化 部分美国民众受政治嘲弄、误导 不禁拒绝佩戴口罩、甚至掀起犯疫苗运动 美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、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经百万美国民众的生命 成为政治嘲弄的牺牲品